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动词跟用法 我们来看 Bard, door and lock it 什么意思啊 把这个门啊 怎么样 Bard起来 然后锁起来 Bard就是关上 那Bard这个字啊 它主要是用在名字里的意思太多了 门栓啊 这边它的名字本来是门栓 SALABAR Bard 吧台啊 酒吧啊 沙洲啊 律师这个行业啊 这意思好多啊 应该有超过十个 光是名词啊 这边它是洞词 本来它只是门栓 叫栓上 栓上 然后锁上 栓上不定锁上 当然现在没有了 这是古代了 现在门就是关起来扣起来 或者用插销扣上去 插上去 所以这是以前的啊 因为以前的门啊 有一个木栓啊 把它那个 把栓上去啊 就是把它移动位置啦 把它放在一个凹子凹地盘 就等于锁上了啊 那现在 现在用法没有木栓啊 没有门栓啊 就是把门关起来 就把门关起来 然后锁上啊 这个意思 John drank so much beer that he brought tonight 约翰呢 他喝了很多的啤酒 啤酒是不可损名词啊 没有S啊 所以有时候一罐啊 a glass a beer 所以英文有时候用glass 一杯一杯的像啤酒酒类啊 如果咖啡就不能用glass 用cup 一杯咖啡 那啤酒也不能用cup啊 所以有时候用glass 有时候用cup 就叫咖啡那些茶啊 用cup 那酒类的呢 淡酒啤酒啊 就用glass 因为他都用玻璃杯嘛 可是cup不一定是玻璃嘛 有时候用糖瓷啊 瓷的醋啊 不然叫嘔吐 他就很像vomit V-O-M-I-T 所以两个基本上就代换啊 因为他喝太多啤酒 所以整个晚上吐啊 狂吐不止啊 那这样呢 那为什么中文不翻成穷啊 强啊 又翻成约翰 这个John跟约翰唱歌 因为以前最早清朝末年 这个欧洲人啊 那时候美国人去的玩 欧洲人他们的名字 他们念yohan 他念 因为这个HAR 像西班牙文也是啊 跟欧洲一些 他念yoh 不是 那个西班牙人 他念H Jose San Jose 他不是San 什么J 他是念San Jose 那欧洲人念yohan 念yohan 他就不念John 所以那时候清朝末 中国人就翻译成 Yohan 就翻译成约翰 所以没有错 那后来美国人奇怪 美国人就不念yohan 美国人念John We bargain with a DG for can you send a quiz Blogging本来是讨价还价 但这边不是啊 因为讨价 为什么不列入啊 讨价还价应该一般知道 所以就 那个意思就不写了 他本来是讨价还价 买东西嘛 老板说一斤啊五十块 哎呦太贵啊 或者应该说一斤五十三块 哎呀去掉零头嘛 我一斤五十块 少个三块 老板说啊 老祖父随便了 就讨价还价 这八个也是类似意思 就是我们跟老师啊 讨价还价 就是跟老师啊 这个商量啊 跟老师商量啊 哀求啊 讨价还价 跟老师就是 跟老师就是 啊不要 canceling就取消啊 取消quiz quiz就是 本来是猜谜啊 有讲真大猜谜 那quiz就是有点 随堂测验 小考 不是什么月考 期末考 不是大的考 就是随堂测验 小考 本来是猜谜的意思 我们跟老师啊 商量啊 拜托啊 我们最近功课压力好大 今天随堂测验 不要考吧 这个受不了啊 这个意思 这边就是 这边就不是商量啊 不是讨价还价 他得到的更多 比他就在这个面 就跟那个 anticipate 预期啊 意思差不多啊 8个这边 8个这边 变预期的 他比预期的 本来这次 这个 年龙奖金啊 本来以为一个月 可是后来 就有两个月 老板说 今年大概很努力啊 今年营业公司 创新高啊 所以今天 年龙奖金啊 加一个月 变两个月啊 就比预期的多 the police barricade street 封锁 barricade 本来是名词啊 就是那种封锁 鞠马 路障这些东西啊 那动词就是 用这些路障 鞠马 铁铁刺啊 什么东西啊 封锁 警方 警方也是叫集合名词 没有复述 但它是复述的意思 可是是单数的形式 警方封锁了这个街道 有时候英文很重要 都加S 表示不是只封一条街 是封很多条街 如果没有S 就封一条街 有意思是封两条街 或两条街以上 the police barricade for fertilizer 肥料 肥料啊 为什么加S 有各种肥料嘛 肥料的产品啊 partic本来是乙物义物啊 一般是我用钱嘛 现金嘛 转账嘛 开支票嘛 刷卡嘛 很多 但人类原始 没有钱 那时候没发明钱 就是 我用肉换你蔬菜 我用蔬菜换你衣服 叫以物易物啊 所以这边也是这个 就交换啊 交换啊 就是不用钱买啊 就是我买了一些农产品 可是我不是现金啊 我用 我用 反正用 我用这个农产品 去换肥料啊 这个意思 就是我有农产品 但我没有肥料啊 所以你有肥料 我给你来交换 A passion on the head A passion on the head 就是用力捶啊 用力打 我用力打他的头 比如说 不乖 老师啊 爸爸啊 或者妈妈 或者敲 所以我们以前 那个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提他是可以的 现在不行啊 现在提我不行 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呢 老师啊 尤其女的啊 打起来比男的很凶啊 但男的是 男老师打得比较痛啊 因为老师有时候 下手很重 哇 那时候 他左手把你这个右脸颊捏起来 然后右手打你 就要啪一声打得很痛 敲的时候 还不是用手掌什么敲 还把他弄一个 弄一个形状起来 用棕子 扣一下 敲到痛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是被打 被打长大 家里也打 上学也打 考试啊 差几分 打几下 He basked literally in the sun 就是 在太阳之外 literally 是很休闲的 Besk Besk本来是取暖 就是很温暖 可能烤个火怎么样 就是他享受日光浴 欧洲人 为什么那么享受日光浴 因为欧洲 欧洲尾度高 天气来了 一有太阳 不得了 所以他有时候到亚洲 来到中国大部 到台湾来 奇怪 我们觉得气温就二十几度啊 已经二十来度啊 有点凉啊 要穿个外套 他们还穿个短袖 为什么 这个不容易啊 这个已经温度很高啊 我们动不到了零下几度啊 这边二十度很好啦 很好啦 穿短袖 他们喜欢晒太阳 因为太阳少 赤道 非洲赤道 他刚好想完 又是受不了 到冷的地方去 哦 非洲赤道好高兴 哦好凉啊 一边是给你的 这Priple FBoss 你看Priple FBoss 本来是取暖啊 就是烘烤啊 烤火啦 晒太阳 日光玉政 这Priple FBoss 是享受啊 因为你享受日光玉政很舒服嘛 你在火旁边烤就很舒服嘛 变得舒服啊 就是沉醉在 很享受啊 在他的老板 Priple FB就是 本来是准许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看英文啊 也不要那么时间 老板很肯定他 老师说 哦我准许你啊 当然不是准许 老板很肯定你 要享受在老板的 这个宠信他 详细信任他 赞美他 这个环境里面 很享受 第二份Better the Truth Better就咒好 我们讲中文说 要咒人家 就用Better就可以了 但Hit Hit当然也可以啊 就是用打 但是这个Better是比较传神啊 就是我 就是我用拳头啊 什么东西要咒你啊 打一顿啊 就用Better这个字 这一集讲到这里 这一集讲到这里